菜摘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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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玩 脸上还 过来玩 行 豆鱼 看 哎呀 海上平台欢乐多 赶小海 这样出去走 海西美的味道 筑草房 改一个 花季 改 对 换一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 郊东渔村 何家欢 海洋生态美 牧场变乐园 今天带您走进 山东荣城的海洋牧场 站在距离码头 接近1500米 水深12米的大海上 是个什么感觉 我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这里是山东省 荣城市的桑沟湾 我站在地方呢 不是渔船 不是台阀 也不是网乡 这里比那些大多了 到底有多大呢 这是一个面积 这是一个面积接近4000平米的海上平台 山沟湾 位于黄海之滨 荣城市区的东南部 是山东省最开阔的海湾 面积150.3平方公里 这样的地方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海上平台 海上平台上究竟能做什么 眼看着那么多人围观 我们也来凑个热闹 看 哎呀 吐水了 吐水了 原来有暗气 他生气原来肚子都是水吗 有的是水 就在水里滚 在水里就生气了 在水里生气 是不是生您的气 老师老师 摸摸她 是不是 摸一摸女孩 不要摸嘴 摸身子 摸摸身子 初次见到河豚的小朋友 从不敢碰到慢慢去尝试 连大人都忍不住捧着河豚 摆造型拍照片 与河豚的亲密接触 让来到海上平台的人们 一下子就提起了兴致 如果说斗河豚 大家还只是跃跃欲试 那么采摘 就明显是放开了手脚 可这大海上能采摘什么呢 给我们看看你们采摘的什么吧 这是海红是吧 你们从哪来啊 不是吧 形彩 喝杯 形彩 以前采摘过这个吗 没有 感觉怎么样 挺好玩的 就第一次体验吧 带孩子 小朋友觉得怎么样 很高兴 这小朋友厉害啊 再留意做 自己放下去了 别管了 你别管了 这么棒啊 你怎么 真棒 真棒 会不会从里边找好的呀 给阿姨找一个 会呀 找那个 你看因为是专业人士了 找那个个头大的 嗯 哪种好啊 赖 赖 你看把大的圈 敲自己小丛里了 这个好不好玩啊 好啊 好玩 你还采什么了 给阿姨看看 看小丛里都有什么 给阿姨看看小丛里都有什么 哎呦 慢点 哦 这全是找的 哎呀 小美女 找的全是大哥的 好啊 对你都能提的动吗 嗯 提的动 哎呦 提的动 你给阿姨说说 这有多少个 给阿姨数一下 啊 这好多啊 三个 四个 五个 有五个 哎呀 真好 真乖 来我们看一下 你们这有什么吗 给我看一下 看了这东西都 这儿太大了 这儿太大了 不好选 好多相费啊 这边啥这个 哦 扇贝 怎么样感觉 得玩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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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玩 脸上还 回来玩 挺好 之所以能让大家这么兴奋 是因为这里的水下别有洞天 海上平台 艳然变成了海上乐园 到底有多少人会为此来到这个海上平台呢 这位就是海上平台的创造成这样的海上平台 三河河湾是一个西字形的港湾 三河湾是一个西字形的港湾 插口在东北方向 咱们这一块正好是三河湾的中南部 这块就不受风力的影响 咱们整个融城呢 在夏季的话呢 除非是有台风的季节 不然的话就没有东北风 基本上就不停验 每年从4月20日到11月20日左右 足足有7个月的接待期 这让很多地方都望尘莫及 正因为这独特的地理位置 优越的自然条件 让桑沟湾成了一种特色海产品的理想栖息之所 大家见过成群的河豚吗 现在在我们脚下啊 仅仅这一个网箱里面 就有两千尾 而且不止一个网箱 大家往远处看啊 全都是这个河豚养殖的网箱 对 一共多少位 三十万位 三十万位 我们这是红旗东方屯 大叔能给我们捞一个 我们看一看 进去去看一下 好 OK 呦 门转还很快 唰呀下来了 咱们这个叫红旗东方屯 从这个外形上看 有什么特点吗 其后面有两个黑色的圆块 我们可以测一下 测一下给大家看 这样啊 是这个这两块吗 对对对 这是它的侧底 是 它的尾皮 写白写白的 必须是白的 你看它就挺白的 对 可以让它 可以让它回归大海了 看它 来 扔它 哇 你看它游的呀 好快 是 它只是一种饵料啊 对 只是一种饵料 我们做的是无毒养殖 主要是 一个是从基因链来控制 我们是从日本的运过来的卵 用它是无代繁育之后呢 基因链我们杜绝了 一个就是从那个食物链上 食物链上因为它野生状态呢 它吃海里面的那个藻类维生物啊 贝类 它通过这个转换成河豚毒 然后我们是吃沙酸鱼呢 它就没有那个毒了 等于说我们是在这个河豚的天然耳料中 精选它的耳料 精选最好的 最优质的耳料 你现在扔你它吃吗 你扔一下 扔一下 喂一下 看看啊 吃沙酸鱼的河豚鱼呢 这个鱼的个上 那个蛋白质呀 和那个氨基酸含量不很高 脂肪少 对 既然有如此大规模的 红旗东方豚养殖 为什么又搞起了生态旅游发展 红旗东方豚我们一直是向往日本和韩国 09年开始逐年下滑 也是根据自己的优势吧 然后就觉得围绕河豚围绕养殖 这两个点我们来做下一步的转型发展 养殖优势到底要怎样才能转化为旅游发展的优势呢 这个鱼呢也是唯一离开水面四十分钟不死的鱼 也是基于这位鱼的特点呢 我们做了网香平台以斗鱼为主 斗河豚为主 虽然以前从来没有涉足过生态旅游开发 但靠着红旗东方豚这个独一无二的特色 桑沟湾里的这个海上平台一炮而红 设计这个旅游产品的时候呢 不能靠养殖河豚鱼这一项来做一个旅游 因为这个还是很单一的 因为前两年呢采摘草莓啊 采摘什么东西比较火 所以当时直接一个因素就是 我来设计的话就是以采摘海红牡蠣和扇贝 比较受游客欢迎 桑沟湾位于北纬37度线 属暖温带海洋季风气候 因地理水质原因 桑沟湾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天然养殖两岗之一 此时牧场里的其他海产品 也在海上平台派上了用场 从改造废弃的网箱到引进福桶式平台 再到如今的管网式海上平台 三年三个变化 三年三大发展 蓝色板房后面就是咱们的河豚养殖区 距离平台有多远 一百米 一百米 那从养殖区过来一分钟都不到吧 对一分钟不到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河豚 其实在差不多一分钟之前 还在我们的养殖区里面 活动乱跳 现在我们就可以现场做这个刺身了 是的 在全国呢 应该是唯一一家养殖场上的餐厅 能做活鱼刺身的餐厅 现宰现杀现做刺身 只能在这吃 我还注意到一点啊 师傅准备的是个菜刀 对对对 不是应该用那种尖刀吗 我们就只做用菜刀就可以了 我们这是地地道道的渔民厨师 他每天加工这尾鱼呢 能达到一百多尾 所以您放心他的手艺 河豚刺身完工了 我们做的过程中 已经有好多游客全围过来了 我们做到无毒养殖了 但是我还是为大家品尝 我做第一个品尝 行 刘姐第一个 生吃河豚 很有韧劲 来 您尝一下 这是日本人口爱吃的蛋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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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辣 好 到底 小朋友手蘸一些 这个辣是吧 这个辣根辣根 小朋友手蘸一点 很辣啊 还有嚼劲 还有嚼劲 你吃了吗 嗯 你为什么要吃两片 哈哈哈哈哈哈 味道确实不错 确实好吃 嗯 确实好吃 挺筋道 靠近点跟我们说 好吃 挺筋道 您刚才让我先吃啊 我那意思先让你害怕你烙不着了就 哈哈哈哈 最后是再来一块 哈哈哈哈 其实红旗东方轮自身 之所以能让大家吃得放心大胆 欢声笑语 是因为游客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在到达平台上之前 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就是参观海洋牧场 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了解 各种海产品最原生态的生长环境 因为了解所以放心 因为了解 所以更有兴趣体验 旅游项目的设计 大大促进了 红旗东方屯的销售 因为河屯呢 咱们餐厅做这块 接近三百元一尾 去年能达到三万尾 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五万尾了 整个平台上的海鲜美味 全部来自海洋牧场 依托旅游 自产自销 极大的带动了养殖业的效益 即使不在平台上就餐 回到码头 同样有惊喜 大家热火朝天采摘的 宜备 牡蛎 扇贝 到了码头 有两口大锅 随时准备为大家免费蒸制 刚出水的这个贝壳类的 他们自己 里边有很多的水 在那个贝壳里边包含的 我们用这个大锅 干蒸就行了 一蒸完之后 它里边的海鲜味 口一张开了 那个水就流下来了 海鲜味就蒸发出来 我怎么听你说的 感觉都能闻到鲜味了 产业的转型 为游客增添了 不同寻常的海上体验 也让养殖业和旅游业 在这里实现了 协同发展 如今的桑沟湾里 依托海洋牧场 已经建立起了 不少海上平台 如何从中一军突起 做出自己的特色呢 在距离洪泰海洋牧场 十分钟车程的东楚岛 也有一个海上平台 不同的是 一艘东楚岛号 成为这里海上平台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面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跟着东楚岛村的 第一书记江书记 我们直接进到了船舱 好好看啊 这好像是一个海域的世界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 永城首座 万全市平台 等于我们这片海域的海底 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的 这个我们的养殖区啊 基本上你可以在这个平台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那这都是怎么样 异贝 三杯梯 亩利 包括我们的扇贝 那正常情况下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窗户 能看到多远 能见度 能见度 大概啊 这个海水清的时候 大概十米左右吧 能看到十米 对 这两天是风流大 对 我们这个地方啊 海水很亲切的 有小鱼 你刚刚看这个小鱼 就是野生的 每年的这个季节 全都跑到我们这个海域周边 透过船侧的观光窗 可以直接看到海洋牧场里的 海产品的生长环境 还可以欣赏大海中 自由自在游异的各种海洋生物 船的中间设有包间和室外餐饮空间 顶层是大的观景平台 再结合可以采摘垂钓的海上平台 面积三千平方的东楚岛海上平台 在众多海上平台中 脱颖而出 我们这个海上平台 其实距离我们这个海洋牧场特别近 对呀 我们您在一起啊 东楚岛是国家级海洋牧场 整个面积有多大 一万五千亩 我们是立体养殖的 我们这一万五千亩水下 全部是纯天然的海参 上面我们养的三倍体亩利 不但个头大 这个吃起来很新美的 又环保的 这旁边都是吗 都是的 伺候帮我拉下了 来小赵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三倍体亩牧利 有什么不一样啊 大什么 对呀 个头很大的 不但个头大 还低单无存的 吃起来很新美的 你看看我们的工作工人很专业的 对呀 三分之一的位置 对 来 来 小赵尝一个吧 这个应该是 您先来 您先来 好我先来 来一个啊 这是已经长好了吗 对已经长好了 已经长好了 那我先来一个啊 非常的新 不要流口水 你让你看出来 小赵你来一个 你要吃 给我来一个 这是半年就能长这么大 对 对 你看啊 你看看这肉多么肥啊 感觉怎么样 咸 对 我们东福岛这个地方啊 这个海域啊 这个海水的颜度高一点 比较新 说实话特别咸 真的是很嫩 蠢色啊 这种也给到我吃了 不能浪费 再来一个吧 海上美味众多 陆地风景独特 海上油和陆地油的结合 堪称东楚岛的最大特色 东楚岛三面环海 海岸线长达十余公里 是我国北方最典型的交东渔村 这位是村子里的老村长王本胜 之所以这么自豪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的村子的确独一无二 王大叔 您是不是听过好多游客说 看你们村子像童话世界一样 小西市 是吧 第一次监造这么多的海草房 但是有很多游客 他不会到海草房 这叫海草房 专业名称 对对对 就是说这是海草是吗 是 海里面的 海里面的一种枣 对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屋顶 是完全用这个海草给盖住的 对对对对 一间房的一个2500斤 2500斤是一间房的房顶 为什么会用海草呢 海草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 以石为墙海草为顶 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不是一般的海草 而是生长在5到10米前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 东楚岛村现存海草房144户 650间 总建筑面积9000多平方米 2012年 东楚岛村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现在整个东楚岛村有30户海草房 已经改造成了瑜伽乐 这边有客人的 这边有客人的 还自己做东西的阿姨 自己做的 你从哪过来的 你从哪过来 我们从湖北 湖北过来 你家人自己在这整个把院子包下来对吧 对对 这个院子你们是多少钱 这个晚上 花美多块钱 花美多块钱 是住几口人 我们是四个大人两个小孩 哦 挺好有这个院子 对对对 我们 工作不一样 高楼主管 也是改一个环境 改 对 换种生活方式 对对对 征得客人的同意 我们参观一下 东楚岛的特色海草房 村里成立的旅游公司 对海草房的改造 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 呈现在游客面前的海草房 干净整洁 一如村子给人的印象 那这三十多家做瑜伽乐的话 这个平均收入能有多少钱 2万块钱 一天 16年 它几乎 一个到近年 它一块钱 费下去 其实咱们这个村子等于房子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但是真正把它做成瑜伽乐 从去年开始 对了 去年就给每家这个瑜伽乐的收入 差不多是八九个月份 就能收入2万多块钱 对对 这等于开门红 肯定越来越好 肯定越来越好 嗯 东楚岛还拥有三千亩的天然赶海滩图 呀 换一下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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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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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有好几个 这儿这儿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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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你们这儿玩螃蟹 我们看其他有什么 好了 大姐您这是弄的什么 弄的嘎嘞 这是我们说的蛤蜊 是吧 您这是蹲着还是坐着 坐着 坐着个桶是吧 对 给我们看看你的战果 可以 哎呦 这大半桶呢 不少的 这得有多少米了 不知道 这是自己吃 这是自己吃 真好 你看 这是来找什么呢 拿一个 生蚝 这 这上面全都是生蚝 这是野生的 对呀 野生的也够大的 你们可以尝一尝 可以吃的 这个是直接吃的 因为很新鲜的 这样吃就挺 很新美的味道 哈哈哈 对我知道那个养殖区里边的那个 可以这么生吃 你可以试试这个 行 试 来 我帮你 行吗 行 这个啊 这可真是 退潮的岩石上全都是 拿过来直接吃啊 当地人敢吃我就敢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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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确实跟我们那个 海洋牧场里面那个很像 看来这个 这个更好 这个好像更肥是吧 对对对 口很小但是很肥 这个小一点 没有那个大 那是你们找的 看这个 这个锅里一煮开口之后直接吃 你看看就这块岩石啊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生蚝 对 哎呀来就看 哈哈哈 这个时候的感觉好 我们在拍摄中结识的两家人 一家来自山东滋博 一家来自湖北石宴 都是六口之家 都选择来到东楚岛住在海草房 赶完海 看他们回到海草房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着美味的东楚岛海鲜 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天伦之乐 真好吃啊 我还吃了 太大了 太大了 把海洋牧场建设作为推进一越供给侧改革 和心境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 打造了23个各具特色的海洋牧场综合体 目前荣城市海洋牧场的总面积有55万多亩 2016年全市海洋牧场共接待游客50万银次 实现收入30亿元 带动渔民增收6亿多元 依托养殖业发展旅游业 利用旅游业反补养殖业 打造海洋牧场活用生态资源 这是我们在荣城的采访拍摄中一个特别大的感触 水下水上海里陆地各个资源的巧妙结合 让来到这的人在整个旅游过程中 都是充满好奇兴奋不已 也让这里的旅游发展有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